财经新闻报道 时代集团一夜成为全球第一的商业帝国 其总裁十分神秘 有传闻称他近日即将不过 关总 这次您固然回来 想必公司的人都不认识 要不我先送您上去 行了 我会自己公司没有成绩 你去吧 那个朋友帮你去 好吧 时代集团我回来 你怎么还行 我回来 新来的吧 那个是总裁专用梯 要刷卡才能用的 原来现在 会成了刷卡的专用梯了 这有些人呀 这刚来就想用总裁传用梯 也不看到自己的身份 真是小兵啊 我很想知道 像你这么没素质的人是怎么经理神经的 我怎么自己时代集团关你屁事啊 我紧干这小兵 说话给我注意 赵小天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你一个新人 小兵你会干什么呀 单不成 等我 就凭你 好 你就那么确定啊 用不了你 哎小姐啊 把您这样一下 我把这儿拖一下啊 马上就好 你这种东西 可让我给你 让我 他怎么说啊 没事没事 赵小天 你给这位大姐道歉 什么 你说什么 让我 给他 这个扫地的道歉 大家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工作 你有什么自个敲不起人家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向他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敢让我道歉 哎呀 这好意思呀 又得让你重新打扫了 不过 你们这种下婚 就要伺候人的嘛 面对不愿意吧 哎 我速度快点 我一会就打扫完了啊 我还想我还想 是不是 阿姐 看着啊 我已经习惯了 今天第一天上班别耽误了啊 我来 这 谁让你用扫把扫了 这不用扫的扫 那怎么扫了 是跪下来用手 一点一点一点的剪呀 赵小天你太欺负人了吧 我欺负他怎么了 你不是爱替人出头吗 这样 你跪下来 替我走 我就换过他 你懂吗 赵小天 知不知道我是谁 赵小天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不就是个刚入职的新员工吗 你装什么装呀 哎哎哎哎 别吵了别吵了啊 就是做清洁嘛 我来收拾就行啊 我来收拾 将来啊 大家还要来 一件一件 不这样的 何必呢 是吧 我少了 哈哈 来 说一遍去 又有很多东西 我可没少见你 反正拉着从你的塑料瓶点去卖钱啊 这个鬼样 跟我们的公司 我想想到这都不行 赵小天 你够了 实在集团怎么会有你这么没素质的人 蛇寸进食 啊 哎呀 哎呀 叫你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怎么了 我不妨告诉你 我男朋友是人事部的主任 今年新入职的资料 我就看过了 等他就想看 我再一次 结果 都和你一样 相像 这人事部主任把你笑召成这样 你难道我叫什么 让他和你一起滚蛋 哈哈 呀呀呀呀呀呀 就凭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事爱起来 比坏你的分子更多了 那竟然很不容易的 千万不要因为人手术 当不让自己情侠啊 对 妹子 对 呀 清晴了 我也等你坐完了啊 哇 林娜 你别围乱她了 你怎么算了 算了吧 等一下 不算了你懂吗 赵小天 你还想怎么样 哎呀 你哪里打扫干净了 没有干净嘛 赵小天你太过分了 赵小天你太过分了 我就过分了 那要怎么样呢 啊没事没事 不过分不过分 哎呀这错了亲戚啊 可能就是我本职工作 拜托我来托啊哎 丢妮什么事啊 我要她的 做梦 是吗 你要不干坏 就立马让我男朋友来开除你 好啊我倒要看看 时代集团谁能开除我 行你给我抖着 我妹子妹子 你要不服个软吧 这我也真丢了工作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大姐 这没人 可是这 我 亲爱的 你赶紧到一楼大厅来 有个新人啊 他欺负我 说没人敢开除他 赶紧来狠狠地给我打出来 是谁在聊我的女朋友不高兴啊 亲爱的 就是他 他欺负我 你就是人事副主任 那你看清楚了 我是谁 我是 也是 也是什么事啊 他就是个新人 不知道去哪个部门呢 赶紧给他开除了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哪个部门的 关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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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被开除了 你今天要是敢开除我 我保证你 这有些人生下来呀 就是穷鬼命 不该被人欺负 今天我在这儿把你欺负死 我没人敢管 这就是得罪我赵小天的下 哈哈 他们赶快滚 哈哈哈哈 我在时代集团 几十年 没见过你这么狂的心 把他 把他给我扔出时代集团 放开了 我自己走 抱歉 郭总 我实在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种事情 抱歉郭总 都是我的问题 我一会儿就是开除 那个叫孙涛叫小天的 我本来不想上去 这个举报信上的内容 但是一个小小人事部经理 你居然敢嚣张把握到这种程度 这下面肯定出现了不少问题 你女人需要底层的员工 竟然还这么多 这么可能 您的意思是 您的意思是 从今天起 我就是保证部的官主 黑眼 准备好给公司一个大清洗吧 管总 就您马到工程 哎老杰 让我把这咖啡扔一下 嗯 用垃圾桶就在这 我自己扔了 我没听错吧 你让我自己扔 嘿 你会吧 是你 这不是那天 对我赶走的新人吗 看守陪棚早节了 你不说他挺适合你的 又穷又健康 赵小天 你嘴巴放尊重点 一个臭房间 他要昏重呢 哈哈哈 行了 不是不会给你扔吗 扔 关于床上 你怎么能懂啊 哎呀 我放手 酒吧酒吧酒吧 酒吧酒吧 酒吧酒吧 你还没事吧 我说你们呀 就是饭欠 我都赶紧走 停下来我回来 任正 你干嘛 我跟你说你敢动我一下 我马上让我男朋友把你开除 让你保险的做成啊 你 你 我马上让我男朋友把你开除 让你保险的做成啊 你 哎 啊 怎么又是 保安 哎 妹子妹子 你要不先走吧 我保安来了 万一受伤了就麻烦了 不会的大姐 这次 我们并不能被赶走 这个女人 已经被我们警察开除了 死了也就不死 刚刚还想杀我们的员工 把她给我控制起来 一会儿叫警察 哎 还有她 她也是帮装 给我一起开除了 送个警察 好 还有这个女人一起开除 是 主任 赵小姐 求你帮过我们吧 我不能丢了这工作呀 关羽卓 看着这个大姐的份儿是 给你一个机会 给我家少钱道个歉 这件事情 我就既往不咎 这两天裴总的公司搞成还不走 要一次开除两个保险的话 我做什么事 行 那你就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小头 你做梦 不好意思啊小姐 麻烦你那个东西很棒 我劝你先问清楚 我关羽卓 到底是不是真的被开除了 喂人师傅吗 我想问最近有没有被开除了 其实 哎 不是 关羽卓 什么 再给你最后 你们给我们家小田下跪道歉 不可能 好 真是好严男却该死 好日子到头了 一会你就知道了 到底是谁的好日子 哼 我看 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好街坡的确就是了一个小朋友 不过他没有 什么 不可能 不好意思小声音乐 我不 现在应该叫你 孙涛 明星没洗澡集团开除了 嗯 人说什么 孙涛 现在知道是谁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孙涛 我孙涛不可能被开除了 我孙涛不可能被开除了 等我去人树部调查清楚了 我第一个回来弄死了 你 我等你这样开除 不可能 不好意思 孙涛 孙涛不能傻 你别麻烦 那倒不用 他也只是为了工作 只要他把工作做好 这件事情就算了 你 去把那奶奶给我赶出去 我不想在公司看到他们 你跟我去人事部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你把他传好 他就这么晚 他就出门 我已经搞了 我救命了 什么 什么 我儿子出事了 什么 我儿子出事了 我马上过来 雷娜 雷娜 我儿子出事了 现在在医院呢 可是这 我求你了 你送去帮我说一说 我真不来丢这个工作 你帮我救救起妈 大姐 你放心先去医院解决你儿子的事情 我保证你不会丢了这个工作的 好 谢谢你啊 小妹子谢谢我 我先走了 等一下 那个扫地的大姐啊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呢 劝他 把这地上的咖啡 舔干净 我就跟我男朋友说一下 让公司和你留下 小妹子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还是你不必为了别人啊 赵小天你闹够了没有 人家是去医院救人家儿子的命 你在这里胡讲蛮缠 你还要没有人性 我不就为难两个臭扫地的 就生生到人性了 什么告诉你呢吧 他在我眼里困得不如我的呀 那都 不算是缘 你 你 莉沙 莉沙 算你求你了啊 你就放进一个忙吧 往下 你在医院躺着呢 你就把他指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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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李以下马 算求你了 大姐 你信我 这里有人管 你快去 你肯定不会再过来 梅萨 我世界不信你啊 世界真的是无疾啊 她一个月没工作 她就有一个孤独牵不上 我孩子的医药费 没有时间在我妈妈找工作 要是没钱 没钱她真的会死的 梅萨 我求你了 接着一辈子没有救过人 就一次就一次 我求你了 你就帮忙借吧 救救我儿子 我给你跪下了 我给你跪下了 赵小天 你一定会为你今天所做 总会付出代价的 你们要在干什么 要在干什么 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黑岩 总 这位同事的儿子得了疾病 你需要请假 好 保健部那边 我们去挡招 裴总 你就是裴总吧 太感谢了 谢谢你 修文姐 你赶快去医院 这里交给我 谢谢 你 一定不会让你丢掉工作的 真的 我就走了 哎 关羽卓 谁让你抓住他的 他这是矿工 等会就让我男朋友开除他 赵小天 我以时代集团 普通财的身份秘密 不要在我月间不闹 裴总 你说是就是 我都没见过的大人物 他一个新人 都见过了 裴总还会管 下早能起不起家的事啊 我说你们呀 没见过世面 就是没见过世面 你气都不会 叫小田 你灰龙面试官进入时代集团 在公司里 把护嚣张 还打扰公司同事的正常工作 现在你开除了 赵小天 我被你害残了 赵小天 我被你害残了 我被你害残了 张大云是不确定 以后孙大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你们两个 大家算是去收杀 个人无比 不不不 这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又不敢陪你一个臭女人服 你怎么亲自下定义 你开除了 还上来黑名单 现在整个行业 我都找不到工作了 我我打死你 啊 怎麼了 你真是賠能 沒有假嗎 我就不該不給你這個臭女兒胡道 你整天就這麼閒了 我怎麼就吵你這麼個玩意 我我真的不認識你 你打人不敵人不不我嗎 你打人不敵人 趙小天 真正該道歉的人 怎麼了趙小天 像我這個嚇的人 道歉很難嗎 趙小天 只要你可給這位官 小姐道歉的話 我保證你不會進入企業的黑名單 還會有工作的機會 對不起 莫死的害群其他肯定不去找一個 一個一個的救死 連個地都拖不好 你們 你你你還能幹什麼 像你們這群沒錢沒事的下等人 天生就是給人低頭的命 對不起啊 玉京姐 我馬上重新擦一下啊 重新擦 黑經理 這水桶要不是你打翻 這自己人不會翻 小妹子 你來啦 秀蓮姐 你兒子好點嗎 謝謝啊 我兒子好多了 我說 你算贏公司 別敢教訓我 我 是新來的保證員 呦 你還知道也是保證人嗎 我可是這兒經理 只能惱了我 把你們全都開除 經理又走了 經理就能這麼隨便欺負人嗎 那 夢 都是 討生活的下 哎呀 低低頭就過去了 再討生活 他也太自負人了吧 哼 你們一群臭寶劫 還想讓我把你當人看 有就是辭職啊 一幫賤人一幫賤命 這窮酸氣味 都熏死可欠死我了 我沒嫌你們早就不錯了 呸 愣什麼 還不趕緊幹活 新來的 我的鞋子 讓我吃你乾淨 說什麼 讓我給你擦姐 幫你擦我幫你擦 我讓你擦了嗎 我讓你用水鐵 自己給我體乾淨 我就放過了 我的鞋 你這個臭表姐 你這個死戒人 你叫我敢弄髒我的鞋 弄髒你的鞋是我不懂 多少錢我陪你 你陪我 你知道我這鞋什麼牌子嗎 我這鞋可是全球限量發售一百雙 這一雙的價格就十幾萬 你這幫窮鬼 該一輩子保鞋也賠不起 十幾萬 怎麼會啊 玉京娘 對不起啊 是我們不好意思 對不起您這鞋太貴了 我們賠不起啊 要原料你們也行啊 什麼 現在立刻過貴下道歉 我就可以考慮原料 糟了 啊玉京娘 對不起我給你賠你道歉了 不要鬼 你不用跟這者磕頭 你們在幹什麼 你說這個我也要害怕 你怎麼就這樣 陪你這大陸者經營 怎麼了 這叫企業還叫造反呢 羅主管你來的正好 我跟你揭發他 揭發 你有什麼要揭發 呂娜娜他濫用職權准罵員工 希望你可以為大家 保持公道 給大家一個公正的回答 那你這是我 你不敢打我 你敢打我 你敢打你 余經理一向是工作人間挺心肯肯 怎麼可能會做出你說的這種事 你分明就是惡意中傷外加北方 你見到黑白閉嘴 你見到黑白閉嘴 起來的 你再敢亂說我 我撕了你的嘴 看你呢 你這個人都做挺好了 我請教你們 最近公民在自查 你們只要去拜託多日 就搞麻煩了 小心不然他吃不了都能走 我不平行 你怎麼做他的 原來是這樣 你濫用極權包庇價值 就不怕監管部門發現嗎 比呢 他 我先去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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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打你打 我先去打你 我先去打我 你怎麼這樣 還要我先去打你打我 要我先去打你打你打我 我先去打你打你打我 你跟我對著幹 從今天開始 全公司的難測都由你負責 幹不完 促許下班 小胖 你小心點 你管我 這公司現在的確是任務 你給我做什麼 你自己做的 不用得失過經驟的主管 正是他有於娜娜的自由 我走 當然 這如果不得消失成這個 你一定不行 那 你不見過完了嗎 你不見過了 你不見過了 你不見過 你不見過了 你是不是知道 他竟然把你送 为什么谁弄糟了 行啊 不过你别太过话 不过你别太过话 不过你再拨一件事 放心吧 别生了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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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 云玲姐 这这次个人 这照片上的是你儿子吧 真是的 谢谢啊 完了自有心脏病 我饯了 我正在前面和志试 期计 我一定会就好了 丑玲姐 你要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一更多 这就是他们的柜子 你要做什么 我的钻石项链不见了 我怀疑是你 我跟你说 你不要随便误猎人 早上 听到这里面 什么 好了关于女朋友 我就知道你这是什么好东西 居然干偷鸡摸狗的事情 敢偷我的钻石项链 没有偷你的钻石项链 是不是 现在证据卷条 你还想狡辩 我最看不过你这帮钻石项链 口袋里一分钱没有 就知道做东西 必须社会垃圾败 余娜娜 你就是论事 不许侮辱宝洁文 我就是侮辱你这个臭宝洁 怎么了 要有个小偷 你发了他的衣服 我都要看看 他还凑了些什么东西 这衣服不会也是都的吧 啊啊啊 林晶妮啊 求人放了我 我放了我 林晶妮啊 我放了我 你干嘛呀你 放了你们是吧 好啊 哎 我这个人呢 还是比较 不过你 偷鸡摸狗是吧 行 你现在给我跪下 抱歉 你再给我学一点 我就可以考虑放了 你学狗匠 你别太欺负人了 我告诉你 你没有偷你的项链 也不会学狗匠 哎我说 你不是喜欢给人出头吗 我看你信了 还怎么不 现在给我跪下 要我给你跪下道歉 你受得起吗 我告诉你 我没有偷你的项链 不信 你可以去查监控 好 看监控就看监控 我这样一直跪下 陈彤 我儿子 好啊 你联合这个小杂种 偷了我的钻石项链 嚷嚷地躺起来 是不是 不可能不可能 我儿子不会动东西的 真是不能拍下 这个小杂种要是没偷东西 他去休息室做什么 找到这些小杂种 我乘着 小杂种 你去休息室做什么 我想送给我妈妈一个生日礼物 今天是她的生日礼物 所以 你就去偷东西 等你妈妈当生日礼物 果然是龙生龙凤生凤 也是小杂种 你这个小发生 你竟然还敢跑 我 我没有头 我只是在 木边 粘了一朵花 我不是小头 娜娜 你欺人太甚 你们这群社会底层的败类 我欺负你们怎么了 我就欺负你们 你不要动我的孩子 好啊 你们 同流合乎 来 把他们都给我送到警察局去 然后一定开除 你要开除什么 小杂种 什么风 把人给睡来了 宇娜娜娜 什么时候我们人事部的事 别轮到你插手了 小经理 这还不是因为这两个小偷 他们竟然偷的都是项链 公司不是有明文规定吗 这个偷盗行为绝对是零容忍 所以他们必须得开除 行了行了行了 别在这发嗓 哎 你们两个 老实交代 有没有偷鱼经理的东西 我没偷 我们真的没偷啊 你千万别开除我们呀 他们撒谎 这都证据确凿了 我带人去他们的衣柜里面 发现了我的项链 而且这尖锅都拍下来了呀 啥啥啥啥啥 别瞅 根据公司规定 既然你们两个偷了东西呢 那就应该被开除 同时再把本月的工资也一并扣除 另外 你们两个要是在家里跟我搁把搁把搁 新品我毛上把你送进去 你说什么 小经理 你看清楚了 这监控里压根就什么都没有拍到 是余娜娜栽造陷害我们 余娜娜是经理 他会冤枉你们两个搞卫生的 明明是你们自己手脚够干净 他才不就不狡辨 嗯 就是 练回臭宝洁 怎么够病 因为是宝洁就可以随便被欺负吗 就可以随便被冤枉吗 小巨姐 你看清楚我到底是谁 哦哦哦哦哦你是你是那个那个 你是谁 哦哦哦哦哦你是你是那个那个那个 别在这你跟我说 你少在这都乱口关系 能不能干什么过后出去 我去 你 小巨姐 你居然当众欺人 有谁看到我打了吧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了吗 哎我们明明看到是你谁了 是什么 哎 我只能看你 是吧 只要你對著我 只要你對著我 神啊 神是陶配的 我就把這次 你胡說八道什麼呢 是吧 是為了我愛你 熊綸姐 對不起關妹子 為了晨晨 我也沒有辦法 下輩子我作流作馬 報答你的恩情 熊綸姐 你睡了就不愛你 欺人太善 熊綸姐 是我的愛 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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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晨晨 你醒了 媽媽 我好像記得 是 那個姐姐 偷偷進了你的休息室 把箱鏈給放到 關姐姐的櫃子裡 你這個小花種 你竟然敢誣陷我 偷偷走 就想 這個小花種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你給你錢給我身邊欺負你 你為什麼要拿回去啊 我就隨口意吃 還真相信 怎麼這樣沒相信啊 我怎麼會這樣 小俊傑 你是為人心靈 怎麼能這麼說話呢 拆除你 我沒聽錯吧 一個破寶寨想要拆除我 我什麼時候意 你什麼時候意 啊你信不信 我一個電話拿給所有的寶寨公司 讓你這個破寶寨的真不理啊 你不要為你前面說什麼話 喂你 與你翻湯 立馬把這個蕭俊傑給你撤職 哎你們看看他的樣子 不知道的 還真以為他是我們時代集團的總裁呢 哈哈哈 是你讓我想真吧 怎麼會 妹子 你的心願我領了 要不 你是給他們道個歉 萬一他們封殺了你 你連一口飯都吃不上了 那個那個那個 官主對吧 你要是真的能請來裴總來收拾我 我就脫光了衣服 在這裡 好 我記住你這句話 如果 如果 要是裴總沒有來的話 你就把你身上的衣服 一件一件的給我摸乾淨 到我辦公室 伺候我 暴死 一臉的失望啊 夏俊傑 你敢打我 打你 我的職位比你高 有本事 現在就把裴總交出來啊 薛俊傑 你好大不敢吃 別走 蕭俊傑 你不是我裴總來了 你在公室 我分了 蕭俊傑 現在也沒動 您確定嗎 剛才您 不還讓我開除他的嗎 他只是小龍小虾 回頭工上大了 還在一塊收拾 現在 我不想經過太多人了 從現在開始 你們每一個人都過達起十二分的計算 除了我 總公司的總裁也會來公司視察工作 這期間出現任何問題 你們一個都不想 是 是 我們馬上去辦 謝謝華總 我也不知道現在這幫人把公司搞得烏煙瘴氣 還沒受到這麼大的問題 這不怪你 是我屬於管理 這下門難成的一團我居然什麼都不知道 還是按個避免推 公司視察的事情還是用你宣傳負責 這個保潔員 我還得繼續做下去 我倒要看看 這背後能掉出多大的雨 這也太委屈你了 不用說了 保潔員也是公司的一員嗎 哦對了 田秀蓮兒子做手術需要二十萬 你想辦法把這卡給他 就說是公司知道他的困難 是以他的珍負 是 我 我 這時候 我自己也可能會連個珍負 這門又要死 我替你扔著吧 上了 你我 Lift 一大 干什么 怎样 我下雨了 这不是我 不信 你听 Sei 我去哪 那行 說我說是啊 再說了 我們實在是呢 從來就沒有一直清水的東西 這要是 什麼窮鬼必須原來我們家 你這麼窮怎麼不去要飯啊 真是我們實在是 陸總管 我真的得需要這筆錢 這是我真正的救命錢啊 救命啊 天秀人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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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過再個救人嗎 我救救人啊 給我眼睛的血水 喂裴恩 修煉姐的捐款卡還沒有送到嗎 管總我第一時間就把卡給了人事部了 怎麼 難道他們沒有送過去 共鳴你之心是嗎 又是人事部 好 我知道 要不這樣 你給我喝兩杯 我可以拿人 奔子錢 嘿嘿 什麼錢 當然是 當然是 你喜歡這麼一筆錢啊 哈哈 林靖遠 你怎麼這麼說啊 你們太過分了 我還是弄我的子的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徐元姐 你沒事啊 我沒事 那一次你別管了 王雨泽 怎麼又是你 我滾出去 我不管你們拿我怎麼樣 我有用 你弄錯打人行貌 我讓你再說 混不下去 哼 就憑你 我打他這麼了 是他跪著求我打他 你 看著在一人 在這救命前呢 你說是一貫 就算是一貫都沒人行啊 姐 我真的 這老主管 你剛才博士說 大眼花賞就給你一萬是嗎 來 你接著打 我沒事啊 小燕姐 我老主管 還有十九花賞 你倒了之後 我成功的手術就有了 怎麼沒有這種 賣了點錢 臉都不要 我真是可惜 別緊密 對臉來說 就連錢算小金 但是我的真正在說 這就是他的命啊 你不會瞭解我 這就給他哭 只有我的孩子能活下來 就算是我被打這個花賬 他還會亂生呢 你接著打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給你那個死兒子還付給我呢 反正他活著也知道不言了 跟你一樣 一輩子做保健的秘道 哈哈哈哈 洛陽哥你這麼說就不怕遭暴了嗎 道義 老子在他道義嗎 關於昨晚我告訴你 公司壓根就沒有什麼經驗 你少了這胡說八道 不可能我欺負 我親眼看到裴總準備了 呦 誰親眼看見 給那個李小苗 裴總做事你一個小小的網絡能看到 我 我 你真的親眼看到捐款嗎 秀雷姐 你相信我而且我也給你捐款 這都是真的 哈哈哈哈 像你這種窮鬼還有錢捐款呢 誰信呢 就是啊 如果公司組織捐款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也沒人告訴我們讓我們捐款啊 我看啊 就是 我沒有騙人 唉 修蓮姐 你也不相信我嗎 修蓮姐 你不相信我嗎 找我師姐 真的等不及了 我住了 你接著打我吧 還有十九話將 我忍得住 秀妍姐 刚才的话 全都费 老子现在不乐意打你 老子要打就打 我有得 你有本事你再说一点 你要打谁 老子打的就是你 我给你一巴掌 你怕是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我看你是不知道是天有多高 地有多厚是吧 陆主管 陆主管你还去打我 他被死好人啊 不能再免贵了 不是 秀妍姐你没事吧 这是老子的钱 我想怎么就怎么 老子今天还偏就要打他呢 林秀琳 你可要想清楚了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中 还是他的面子重要啊 林泽 你让你走吧 最后我叛变了 你了 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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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走不走 别砸了你的手 走不走 陆主管 你看看这个样子 是谁笑死我 哈哈哈哈 哎 所以说啊 吓的人就是吓的人 为了这么一点点 什么尊严都不要了 哈哈哈哈 我放屁 秀妍姐 你别这样 我快起来 女子 我不能没有陈陈啊 哈哈 秀妍姐 你不用求她 我这有张至尊黑款 我给陈陈不一定要呗 我看看 这又是哪儿来的夹卡 居然敢说这是至尊黑卡 这至尊黑卡全球仅三张 你个臭宝杰 居然说你有这种好东西 就是 这至尊黑卡上有主人的名字 你看清楚了 这个编号就是我名字的缩席 还在这儿演戏呢 陈家银行 他会用名字去做编号 我看啊 也就他这种宠货 会相信你这个贱 这卡你要是弄坏了 怕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你 你们在干什么 你听他干什么 你听他干什么 我看了 陈总马上就来视察乐影了 你们在这里朝朝闹闹闹 要是被陈总看见 咱们都是吃饭都是走 哎哎 小姐哥 你怎么来了 你看我这不是这么整顿风气的吗 都为什么有混义组 他拿着这什么破卡 都冒出制作黑卡 你看 他根本就是在照样照片 这是全球制作黑卡 这还真是制作黑卡 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个假卡 怎么可能是全球制作黑卡 你不懂什么 这全球制作黑卡 都是由他主人名字的缩写都编写 是的 现在你相信这黑卡是我的了吧 把卡还给我 我要和秀莲姐去医院 你个臭宝鞋 怎么可能有制作黑卡 我知道了 这卡肯定是他偷的 对对对对对 哎小姐你 这这这这个贱人 他不仅偷了我的项链 现在居然敢偷别人制作黑卡了 你可一定要重复的球打开了 余娜娜你看清楚了 这黑卡上有我的手字母缩写 CYZ关羽卓 这黑卡就是我的 手字母一样能处于书啊 你臭 四方不得要先做这个卡 行了别吵了 这张卡 那是由我保管 我去找身子 哈 这卡是我的凭什么有你保管啊 你这正是抢劫是犯法的 犯什么法 我看你这个小偷才犯法 发生什么事了 发生什么事了 顾总 你怎么来了 你说肥总要来我过来看看 这怎么闹哄哄的 顾总您看 这个就是全球信用额度无限的 这尊黑卡 这尊黑卡 就是那个姓名当编号的这些黑卡 是 这是 这是我的 哦 哇 我都忘了 我们顾总啊叫顾云知 他这张黑卡 他的手拼字们刚好是GYZ 哎呦 我说就是什么样的 人像能有这样的资格类卡 原来是顾总您呢 嘿嘿嘿 哈哈 这全球智资 金额无限的黑卡 只有我这样称资 对对对对 顾总没有什么呀 这个死不要脸的臭毛巾 还说这卡是他的 也不怕被人笑到大牙 哈哈哈哈哈哈 这位 顾总 讲话 才有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 这只是你的 这张卡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呢 你咋 你咋 别跟他回家啊 人家在医院 真的懂不齐了呀 三人姐你别着急 这卡上保密了我的信息 打电话给银行一问就行了 你敢打电话给银行询问吗 你 我 不懂你怎么 把这这张卡给 给了 这是我的卡 我现在不想要了 把它毁了 有什么问题 顾云震这是我的卡 可以折断它 你这臭宝洁 也敢指负我的名字 我说这张卡是我的 它就是我 你算了什么东西 还敢让我证明 就是 这卡明明是我的 你一个保洁员 能有这全球至宗这个 撒谎也不照上镜子 顾云震你不要太欺负人了 这欺负你怎么 我就是个保洁员 我可是人事部部长 让你生你不生 让你死你的死 不就一年的人事部部长吗 给你嚣张成这样 怎么 做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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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自知之明 你一个做保洁员 就该好好跪在地上 踏地板 惹火了我 我让你连跪着的资格都没有 我都要看看你让我怎么下跪 有种你就开除我呀 哈哈哈哈 我就没听说过这种要求 你想被开除是 我成全你 来 刘军姐 赶紧把他开除 顾云震 希望你不要为你精心 不怕后悔 我开除你一个保洁 有什么好后悔 与其我问你 田秀莲的捐款到底开哪儿去了 你怎么知道捐款的事 顾头 你开真有捐款 没有 没有什么捐款 那我就说 这事你死心了吧 啊 早说了没什么捐款 那 顾头的话还能有假 不可能 你必须说 从来捐款 我说你这个死保洁 你竟敢污蔑顾头 啊 顾头连自己的黑卡 都是说不了的 还能在乎一点什么评论 黑卡本来就不是他的 顾云震 你身为人事部部长 黑烟肯定把捐款给了你 这可是秀莲姐的救命险 你居然私吞捐款 你良心何在 顾总 顾总 你把捐款给我吧 啊 这都真的等不了了 做我借你我借了行吗 我来说人手术 我以后一定划给你啊 快走 你来说什么呀 虚虚二十万万 看不上 顾云震 你终于弄出了八角 如果没有出了 你怎么会知道有二十万 我 我听人说的不信 哎 正姐 那不是说他儿子生病什么 啊 顾总是二十万 no 别人告诉我的 我可不就拿那么多钱 嗯 我问顾总一个包包就上百万 怎么可能才会有一个区区的二十万 就点小钱 一百万 顾总 顾总 就一个包包包 这个人真的等不了了 一个包包都有上百万 肯定不在乎这人上去吧 我走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还说没有捐款 那这是什么 你还说没有捐款 那这是什么 你只要移开卡而已 我说为什么 胡说 这就是秀莲姐的捐款卡 捐款卡 谁能这么 我给你说啊 话不能乱说 没有真的瞧不见是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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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看 关于左手 要怪就怪你没权没事 但小宝洁也敢挑衅我 实话告诉他 这就是裴子给的真弘 那又怎么 就是不给你 你 你们都听到了吧 承认他死囤了 你不快把他抓起来啊 嘴巴你 告诉你 我们顾总用你的钱 乱给你捏 公姐 做事很有分寸 以后 前途无量 把手末顾交的好 这卡里的钱呢 我也顾过一个人了 大家都有份 顾总英明 哎呀 顾总是陈大方啊 以后 咱们都听顾总吧 哈哈哈哈 怎么能这样啊 丑莲姐的救命钱啊 听到没有 秦续二十年 这是他的救命钱 还没有我一个宝贵的 啊 哈哈哈哈 救手 你也看得不一样 我们顾总 能用你这个什么救命钱 你敢救我 我们顾总还没有协计 你这个群鬼的钱 当年 你说 你说什么 你说我真正的救命钱 你怎么来这么说啊 你 跟我有什么 你看 你看 顾雲智 你会为你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的 代价 我真是好害怕啊 你能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很好 顾雲智 希望你不要为你精神 顾 顾雷 什么 这这不行了 顾雲姐 那个 这一辈子就快倒去 一样真是不祥了 你别找钱 陈诚 我们陈诚 万 不要暴露我的身份 万小姐 手指费已经交过了 陈诚刚刚做完手术 医生说手术很追光 太好了 陈诚有救了 陈诚有救了 哎呀谢谢你啊 你是官媚怎么拿朋友吧 我们都是好人 我怎么跟诗官小姐 是啊 秀兰姐 你都看出来了 等我这个男后的身份 此刻都替我保护你 明白明白 沛先生 谢谢你救了我儿子 我有 一定努力工作赚钱 我尽快把手术费还给你 啊需要一点不着急 今天有钱再说 那那我先去看孩子去了 啊 我 人事部的部长 顾云知贪污 回去我就派监察部门过去 顾云知你看你 他肯定早就做好了准备 监察部门过去 你还找不到什么 那怎么办 顾云知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 你找帝国 帮我帮我帮助云知 顾云知以为我这是个宝洁 对 请我去做这 好 我回去就安排 我刚好看 我都要看看 你可是你肖子那神石 任师部 我来了 起开了 别挡道 余娜娜 哟 这不是那个臭宝洁吗 你来人事部做什么 我知道了 你说我被开除了 来签字的呀 谁跟你说我被开除了 我是被调缝过来的 就你 这个臭宝洁 人事部可是公司最好的部门 只有我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调过 你这臭宝洁不住我 我就是被调缝过来的 不信你可以问过一致 顾总啊 你怎么又在这照料撞骗 明知道顾总今天不在 我当然知道他今天不在 要不然你怎么找到贪污的证据 怎么回事 哟 你俩 十秒的没关 所以跟我来吧 什么 这他怎么还真转了人事部了 这两位就是我们人事部进来的同事 大家熟悉一下 好 没想到你还真转了人事部了 耗了不少心思 还好吧 也就换了手 很好 我看你已经知道什么时候 大家好 我是余娜娜 今天下午大家的下午茶 我全包了 哇 小敬礼真大 那可恶 而且人家有小敬礼做讨舌 咱可得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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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关雨卓 请大家多多比较 大家还不知道吧 她呀 可是百杰元出身 又是张德铁礼呢 那是张德铁礼呢 我一倒垃圾的 我跟她说她怎么看得这么寒致 看你就像对她活 原来是做宝洁礼呢 哼 哟 这怎么这么脏啊 不过你本来就是宝洁 天生就是擦桌子草地的蜜子 哎呀 我来我来 外面有很多东西啊 我帮你擦干净啊 修连姐 谢谢你 哎呀 妹子啊 你帮了提这么大一个忙 是姐应该谢谢你才是 你有赠什么东西啊 不管些事啊 啊 破宝洁 垃圾桶倒了 赶紧给我收拾干净 余娜娜 这垃圾桶好端端的 踢翻她的 我乐意 怎么了 哎 算了算了 我来扫我来扫啊 啊 谁让你用扫法了 用手 用手 拾干净 余娜娜 你不要太欺负人了 秀琳姐 咱不管 趕紧给我解 袁秀琳 你要是不解 我现在就开除你了 哎哎不要啊余经理 我不能丢了工作 你不能往上捡啊 秀琳姐 哎呀妹子啊 捡已经够拖累你了 不就是手捡垃圾吗 捡没事啊 这垃圾我们不会捡 要捡 自己捡 这垃圾我们不会捡 是你西班的垃圾桶 自己捡 你让我余娜娜捡垃圾 你爸妈没有教过你吗 自己的事情 关玉卓 你个臭宝姐 你居然在这么跟我说话 我要把你们都开除 哎不要啊余经理 光妹子她好不容易才掉到人事部来 你不能毁了她前程啊 秀琳姐 我没事的 你不用求她 妹子啊 咱们穷人难出头 你好不容易有这机会 你不能因为我给路丢了呀 秀琳姐 我就用手捡垃圾吗 没事的啊 我捡我捡 快给我捡 不如我管你了 都开除 秀琳姐 你不用理她 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她开始不要你 真的吗 公司不会开除我 你相信我 唉 你工作认真 是公司的好联工 公司怎么开除你呢 要开除 是开除她吧 开除我 这是我这辈子秀琳最好做的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你在公司有什么 你有钱吗 你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触口 宝洁 你说你说你要开除我 宝洁 怎么了 她工作 认真努力 就是公司好员工 而你 烂又职权 仗势欺人 该开除的人是你吧 你仗势欺人怎么了 是你一个臭妇妇 你个臭妇妻 真是你观众 很好 云娜妈 你不是想知道我怎么来的人事部吗 现在就告诉我 你 你怎么来的 吵什么吵 怎么是你 吵什么吵 怎么是你 顾云芝 他怎么提前回来的 顾总 这个关羽卓 刚到咱们人事部门就闹事 他仰仰要开除我 这不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吗 您可恰不能放过他呀 又是 公司马上要评选年度优秀员工 你最好不要给我惹事 年度优秀员工 那个奖价是吧 还有机会去总公司工作的那个 优秀员工奖啊 别人 是为了这个 哎顾总 你看我怎么样 你问你没有记住什么 你说什么了你 咱们顾总为了公司兢兢业业 这个优秀员工 该给你了才是 啊 对对对 顾总为了咱们公司啊 那是偶心力血 这个奖必须得给顾总 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哎是是是是是是 大家的心意我都知道 不过这事啊 最终还是要裴总来定夺 如果我去了总公司 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的 顾总对我们大家可太好了 我们肯定要死心塌地的跟着顾总 顾总让人往中 我们绝对不往西 顾宇德啊 顾宇德啊 你可带着 这个奖是单发水军 跟其王母 顾云之 我拿不到 顾宇德说什么 顾宇德怎么不认真啊 顾总怎么没资格拿了 顾宇德 顾宇德 我辅定是想要不认真啊 我改断一点 肯定啊 哎呀 什么 狗就应该好好趴在地 连赏就跟你們藏东西吃 顾宇德 咱就把他 他这个保鲜 给我开除 你不要顾总 我妹子不会说话 你不要开除我们呀 要我留下你 可以啊 我觉得娘娘 虽然不喜欢生女 但是呢 你们要是愿意给人 我也不会听 这 顾云之 你居然当众所惠 所惠 是我们顾仁慈给你们一个机会 我们不领情就算了 你在这大呼小叫 肖俊杰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侮辱人 侮辱你怎么了 我是人事部经理 顾总是人事部部长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就是一个没钱没事的臭房钱而已 还不敢 贵一下 道歉 要我给你贵一下 什么 我不贵也可以 那我就把这个视频 你给我这个视频 哎呀 我们说 这个女保洁员偷东西 被扒掉衣服 这视频传到网上去 肯定很有看点啊 对不对 哎呀 小姐你 我妹子是好人 你怎么也毁了她吗 我又让你给我归下交钱 绝对不可能给你们道歉 我真的道歉 我给她下跪 顾总 对不起 是我 小言姐 我到底原谅我们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原谅我们吗 秀文婧 你别这样 我不怕 那个 不行啊 他们要是把这视频放到网上 你就毁了 姐不怕下跪 姐怕 怕他们把你毁了你知道吗 对不起对不起 小俊姐 我现在秘密 你内刻把这个视频给我删了 否则我让你在这干不下去 就凭你 我就不删 你拿我怎么样 你瞪着我干什么 我好怕 你不想跪是吧 我有办法让你跪 哎呀 我的包坏了 赔吧 哎呦 这可是最新款的奈儿的包包 得上百万呢 天秀莲啊 我记得你连儿子二十万的手术费都给不起 这个包包 我看你也赔不起吧 可是这包不是我弄坏的呀 谁说不是你弄坏的 我可是亲眼看到你拿剪刀划破的 大家说是不是 是不是都看到了 没有没有 我没弄坏 你们哥哥都看到的呀 余娜娜 我本来不想这么早暴露我身后 是你们逼我 喂 裴员 立马给我到认试部了 有些人做着混蛋事 还想拿优秀员工奖 你准备一下 把优秀员工 搬给田秀莲 关玉哲啊 这盘世梦还没做够 你看看你自己是全身上下 想起来抄得过五百块钱 就你这个样子 他想指负裴总 就是 上次裴总 就是恰巧出现 他非说是他叫过来的 说的好像 他说他可以随叫随道士了 关玉哲 别再玩这些小把戏了 赶紧给我下跪 磕头道歉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孙杰 你干什么 上开我 你们在干什么 周总 您怎么来了 裴总让我过来颁发 今年的最佳员工奖 秀莲姐 有人来给你颁奖了 你别担心 我宣布 今年最佳员工奖的获得者是 顾云芝 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会是顾云芝 你是谁 这是关总亲自下打的命 谁敢置疑 不可能 不用管他 周总 来 真是谢谢您了啊 哈哈哈哈 郭总 以后去了董公司 可不要忘了这些老朋友 那是当然的 保啊你们 你们当众幸悔 就不怕被人知道吗 不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受毁 郭总 你要好好的管一下自己的手下 我们走 慢走啊 关玉卓 你偷到同事项链 还有你 田秀莲 损坏我的包 我不会再纵容你们了 俊杰 报警把他们抓起来 顾云芝 你确定 你要报警吗 对吧 我报警抓你这个社会害虫 还需要挑日子吗 不看看警察 到底抓谁 不用报警 不用报警啊 哎呦 我的照顾晨晨 我不能坐牢的呀 秀莲姐 你别担心 我们没做过的事 绝对不会坐牢的 哎呀 妹子 我们没有证据 别人不会相信我们的 我相信 我亲眼看见顾云芝把包包划坏 仗势欺人 公然行贿 理应开除 林阳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我能把你从部长的位置拉下来 就能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 原来林阳是之前的人事部部长 刚才的事情我已经录像了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事情上报的话 就放过这两个保洁 不就是两个臭保洁而已 林阳 你一定要强出头吗 什么臭保洁的 保洁也是人 不应该 你身为人事部部长 怎么能用有色眼睛看人 你也说了 我才是人事部部长 你最好乖乖听话 素人 有你好看 林阳 马上把视频给我删了 我是不会删的 除非 放过他们 我这辈子 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素人 你干什么 林阳 现在证据在我手里 你还能怎么威胁我 本来我看你有点本事 想把你留着 但现在看来 完全没必要了 林阳在公司闹事 一并开除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我 他 顾总 没事吧 你 林阳 你做得很好 我向你保证 一定不会让你吃灰 谢谢你 不过 你只是个宝洁 顾云之只手遮天 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加起来 也斗不过他 他再只手遮天 也不是真正的天 你放心 我知道你的委屈 他再嚣张也嚣张不了多久 你真的能帮我们吗 男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死了 你 你一个宝洁也敢打我 今天我不露宿你 你谁敢打我试试 我就是时代集团的官总 还在这里装呢 官总 官总那样的人物 不是你这样的吗 就是 是吗 那我和你打赌 如果我真的是官总 你就向我所有人道歉 好啊 我可以跟你赌 如果我输了 不仅给大家道歉 我还把公司所有的情节都做了 所有的情节是吗 你确定 我说到做到 不过 如果你撒谎 那你就跪下来 把我的鞋挺干净 只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你一个宝洁员 算得上人吗 这是我上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 这回相信我是官总 还真没看出来 他这P图技术还挺不错的啊 等等 你真的是官总 我看过这篇杂志 他还不知道我说 你怎么那么眼熟呢 官总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叫他这个韩孙呀 还官总 霓雅 你怕不是脑袋有问题 我没有骗你们 他真的是官总 我看呀 你是上班上的 把脑袋不胜出 他要真是官总 余奈 更你姓 你拉倒吧 他可比你一次 对 副总 你看看 你怎么在这呢 你这么嚣张 这不明显 不明显 不明显的眼影 关玉珠 你以为一张假照片 就能骗到我们吗 既然你证明不了 你是官总 那就赶紧给我背下 你 放开我 顾云志 他真的是官总 你要是敢碰一下的话 你今后一定会后悔的 我会后悔 我顾云志这辈 就没后悔过 赶紧让他背下 顾总 不好了 我收个消息 裴总正带着一大堆人 朝咱们人是不过来了 裴总怎么过来了 不知道啊 顾总 你说裴总过来 要是看到我们这边 乱七八糟的 他会不会生气啊 关玉珠 这次算你走运 你们赶紧把他们两个 给我赶出去 对不对 快 你坏了 你坏了 周龙姐 没事吧 没事 哥怎么办呀 这工作也没了 晨晨之后的医药费 我到哪里去凑 周龙姐 你放心 工作我帮你找 可别的地方能够 谢谢你啊 妹子 是我娘妹比 你还怎么会呢 喂 什么 晨晨醒了 好 我马上过来 孙文姐 晨晨醒了是好事 你别急啊 帮你打车 别打了 打车太贵了 我还是去坐公招车吧 那这样 我让裴颜送你 感谢了妹子 喂裴颜 过来一趟 关 关小姐 车已经在外面了 小李会送 田修连去医院的 裴总 您还让您朋友来开车 只是太感谢您了 那 那我就先走啊 裴总 真的是你 你是 这是人事故出行的部长 林阳 林阳 你跟我仔细说 是从人事故的上 你是说 顾云知只要给钱 就会赢掉 如果不给钱 就降职 甚至是开除 就是 他们跟开发部的周总勾结 我就是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 才被拉下来的 乱总 顾云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 必须要严惩才行 我有他们出钱的视频 这次人账 正都有 不愿意至于定跑 雷阳 你去安排一下 这次公司年会我也在 关总 可是您从来都没有出席过公司的年会啊 我要在年会上 双场宣布 开启陆严重 并且将最佳员工奖 颁发给田秀 太好了 田秀连工作勤恳 而且我好像听说 他儿子有心脏病 他有了最佳员工奖的奖金 一定可以帮他渡过难关 雷阳 你安排一下年会 可言 我们去医院 看一下修文检 是 好吃吧 好吃 慢点吃 慢点吃 这孩子呀 我都多久没看他这么吃东西 妹子啊 不好意思 又让你破费了 你看 这买了这么多好吃的给晨晨 这不还东西 因为我们成了是个关孩子 对 谢谢 晨晨 关姐姐可是好人啊 以后你长大了 一定要记得报答他呀 知道不 秀连姐 你说这些就见乱了 再说 我也没帮什么忙 都是裴嫣帮的忙 他不会会借你的 呃 没 哎 对 举手知道 不用放点心上 妹子 你为你男朋友看清真好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啊 我们的事情不着急 啊 那个 秀连姐 公司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你一定要去 我呀 我就不去了吧 我都被公司开除了 而且 我也得忙着找工作呀 晨晨的医药费 也还没涨落呢 秀连姐 你放心 顾云之马上就会被公司开除 到时候 你就可以安心的回公司上班了 真的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呃 那个 陪炎的朋友在公司做管理 啊 他告诉我的 啊 没事 真是太好了 这老天有眼呀 晨晨你听到了没有 妈妈又可以回去上班了 妈妈 以后晨晨长大了 我要任天言 活你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哎呀 好 妈妈等你好好长大 以后想你的轻浮啊 哈哈 哎呀我的乖儿子 妈 这次年会观众也要来 还要亲自颁奖 真是太好了 观众亲自给我颁奖 那我以后就是观众的 看谁还敢解析 妈 怎么了 自豪 我们爸那有个人非常讨厌 能不能让他退学量 什么人跟着我儿子生气 他父母做什么的 他没爸爸 他妈是搞保鞋的 他身上好臭啊 我都没心思学习了 放心啊 爸爸明天去找老师 秀莲姐你放心吧 我会去把陈陈接回家的 观众 这个小学是我们时代集团人出自建立的 你看要不要让校长过来亲自接你 我们只是普通的学生家长 不要搞这些培议 是 你去停车吧 我先去教室找陈陈 听说了他这次得了年级第一 我们要带他好好进入一下 行啊 那我去找地方 因为我的分数比你的 为什么你是第一名 就是第一名 你在那说 阿姨 小朋友 你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他活该 谁让他乱说 关姐姐 我没有乱说 我就是考的年级第一 就是他把戒指上的分数给改了 莫老师才把第一名给了他 姐姐相信你 这位小朋友 我能看看你们的试卷吗 这上面要是改了分数的话 你是看得出来的哟 我 我才不给你看 我就是你一名 这怎么看 阿姨 老师 这什么推我 你撒谎 咪咪是你推的诚诚 怎么能乱说话呢 您是 周城的家长 他妈妈不是保健人吗 关姐姐 是我妈妈的同事 哦 他也是保健人呢 莫老师 周城他催我 我还摔倒了 啊 周城 你怎么能够无缘无缘配同学呢 快点跟张子航道歉 我没有催 我不道歉 他撒谎 胡说 张子航怎么可能撒谎 周城 你听老实话了是吧 老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张子航不会撒谎 那我们城镇更不会撒谎 你为什么只信他 不信我们呢 周城的妈妈是保健员 这样的人能教出什么样的好孩子 张子航就不一样了 他爸爸是金融界的投资大了 妈妈是时代集团的高管 怎么可能撒谎 周城 还不道歉 我没做错 我没道歉 莫老师 你戴着有色眼睛看人 只看学生家长的身价 却不好好培养孩子 你配当老师吗 哈哈 我不配 那你去你的周生上班退学 想着我憋来生笑 你说什么 不行 我关姐姐 我又是退学了 我当年会很疼过的 陈辰 老师 我又会争议 道歉 这还差不多 刚才好 对 陈辰 我没有做错 你不用跟任何人道歉 关姐姐 莫老师 人应该为自己所说的话诉识 我说的没错吧 没错又怎样 好 那你把校长叫过来 看看到底谁该给谁道歉 关姐姐 你要说什么呢 就凭你 别想见我们校长 姐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等你什么时候 给我们学校野 捐个十万再说吧 莫老师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别说是十万了 这整个学校都是我投资建造的 哈哈哈哈 我看你一年的工资加起来 都不到十万块吧 还给我们建学校 你真是我见过最不要脸 你 好 你不叫我叫 喂 陈总 陈总 真的是你啊 你是 我是那个富华金融的张大棚 上次您的那个金融业角 觉得真的太好了 我们还是很希望和时代集团 旗下的指定师合作 好 陈总 您给个机会 你可以先找我们主管金融的部门 他们审核通过 我会考虑的 看来他没这么容易答应 我之前的投资全都可以了 好不容易见到陈总 一定要求他答应合作 哎 陈总 陈总 您这是来学校接孩子的吧 好像听说 您还未婚的 不是 是我朋友姐姐的孩子 那肯定是 人们关系很好的朋友的呀 关总一定不想透露自己的事 何况也不必和他说这些 不 是我的女朋友 是你女朋友啊 抱歉 我接个电话 哎 哎 好的 陈总 喂 什么 他们竟敢这么对您 陈总的女朋友就在学校 您过去啊 和她打好关系 我们呢 双管齐下 你一定要让陈总跟他们合作 关 雨卓 你胆着 我这马上就去找校长 陈总 怎么了 谁在那生气呢 要人欺负我的女朋友 谁这么大胆子敢欺负陈总的女朋友 校长办公室在哪 我知道 来 我带你去 校长马上就会过来 希望你到时候记得你所说的话 周诚要是实在不愿意道歉呢 我们也可以不计较 但是您实在没必要撒这种话 校长今天是绝对不可能出现在这里的 那到时候校长要是来了怎么办 校长今天要是出现在了这里的 我们立马辞职 好 早就打听清楚了 校长这几天凶架 绝对不可能来学校 你看死鬼也不说清楚 陈总女朋友找什么呀 我去哪儿给你找 哈哈 他欺负 他还要找校长 他不老是辞职啊 谁敢欺负 我去看看 是你这个小贱人啊 顾总 原来接自行啊 幸好我今天来了学校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 我儿子被人欺负了 实在抱歉啊顾总 这我已经让周诚给张子鹏撞骗了 可是他姐姐不同意啊 就是他推我 他姐姐还要找校长 让他不老是辞职 好你个臭暴洁的 可欺负我儿子 你儿子撒谎 因为他推的程度 确实是一个恶人先告证 我没有 小朋友 撒谎是不对的 这里有监控 你再问一遍 到底是谁推的 我又不是故意的 是他活该 现在你们相信啊 人家根本没有炸谎 他也没有推人 幸好没有 我儿子可比你们金贵多了 要是你们真贵 不让你们吃不了 到底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 算我倒霉 去做这么个惹事经 还不赶紧走 你说什么 到底谁是惹事经 说的就是你们 张子涵可比周诚乖多了 还不赶紧滚 我当然会走 但这是现在 你什么意思啊 莫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澄澄卷子上明明是100分 为什么不是低 他们两个的卷变分 都是满分 但是张子涵的得益活动分 比周诚高 所以他是第一名 有什么问题吗 那好 请问这个得益孙又是怎么评的 我不信澄澄的得益分 比不上这个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个得益分呢 是算给家长 张子涵的父母 上个月刚给我们学校 捐了10万的教育投资 所以啊 他的得益活动分 最高 原来是这样 关羽卓 你知道这是什么学校 这是全市最好的学校 像你们这样的穷人 能进来读书已经不错了 别想着跟我儿子抢风头 抢风头 这是成绩表 是给你拿来作秀 但有本事 你也给学校捐款啊 只要你捐的够多 这个第一名 就是你们的咯 孟姆总 你就别为难他了 他一个保洁员擦地板 赚钱挺辛苦的 你们真太过分了 行了行了行了 不想如今我办退学 省度看着心烦 你 孟姐姐 要不算了吧 王姐二也挺好 陈陈 你放心 姐姐一定不会让你退学 这个成绩是用physical 你告诉我姐姐 你想拿回来 我 我想 第一名是影响绝筋的 有了这个体验 我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晨晨 这是个孝顺的好孩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 莫老师 你说这两个孩子成绩一样 把卷子拿来看一下 他们会改分数 但肯定不会改答案 这孩子明显心虚 只要看到卷子 就能发现晨晨的真实分数够高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关小姐 都说了 顾总他们上去 刚给我们学校 捐到十万块钱 就算你看到试卷 也改变不了什么 捐钱要怎么样 捐钱就能改变 一个孩子努力的事实吗 没错 这就是一个 导节人的种 什么都改变不了 而我呢 在时代积分 几百万 我老公的资产 更是上千大 不是内门的比的 过千万要怎么样 这整个学校都是我建的 关玉珠 你又在做什么春秋大梦 这学校要是你 何自建的 我顾云知 跪下来 与你的瞪着 好 很坏 别后悔 北总 你这是什么了 什么事这么着急 闲在家 别说了 别说了 你还别说那女朋友 过来这些孩子 没想到 被你们这些老师 给欺负了 什么 人家的孩子 人家考了第一名 但你们这些老师呢 上次创改成绩 就有这样的事情 我马上合身一下 领导 你还让我知道 谁敢跟进这些老师 我第一个不答应 这种去 我已经帮你出了 那你想怎么做的 听这种事吧 是应该把这小孩 开除 用不度用 那就是了 闹到他们公司去 帮着连口子 工作都给没了 那到时候就麻烦张总 不麻烦 不麻烦 别走 这个事 想给我办 保证给你办 脱脱了 发现肥状 我合适过了 周晨 确实是逼你 那就麻烦老少将 跟我走着他 我们一起去宣布这件事情 学生还是在 周晨头等 好 这学校要是你投资见的 顾云知跪下来给你的凳子做好 顾云知你记住你 到时候可以后悔 我才不会后悔 你如果不能证明 那么他就立马给我退学 而你就归到外面去 大喊我是猪 怎么样 顾云知你太欺负人了 我就误录你 怎么了 我看你别说是投资建学校了 你连在这里买块砖的钱都没有了 怎么校长来了 要你好菜 关玉卓 你就别胡说八道了 明知道校长今天不会过来 还说让校长给你证明 真是要笑死我 就是老校长年纪大了 那压根就来不了 你说什么 校长不在 老家伙昨天亲自跟我说的 让我负责班上所有的事情 他要休假一段时间 休假了 没错 我看你是早就知道校长休假的事情 现在他来不了了 你还要怎么证明 我说关玉卓 你还是赶紧去门客给我跪着 大喊我是猪吧 别侮辱人 喂 你坐下吗 我现在哪有什么心思 去找什么裴总的女朋友 咱们儿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 你赶紧跟我过来 你要找裴总的女朋友 你知道裴总的女朋友在哪儿 看来裴嫣没有说出我的身份 用女朋友做了演示 我当然知道她在哪儿 眼在天边 敬在眼前 你不会想说你是裴总的女朋友吧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 是看那丑不垃圾的 裴总会看上你啊 就是 你 我可跟你说 等会儿我老公就要过来 他脾气可没我好 你赶紧想想 是自己去门口跪着 还是等我老公过来 压着你 郭云芝 你好大的口气 你就是有这样的底气 谁让我老公是金融座的大佬呢 而我生来就是当素材的女朋友 不像你 怕是要去一辈子的垃圾喽 你胡说 关姐姐的男朋友 比你老公长一百倍 不用 就你这人的还有男朋友 喜欢你什么呀 不许喜欢你 捡垃圾吧 顾云芝 保洁员也是人 我劝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看你是想反悔吧 什么 让我老公来了 你不会也得给我跪 就是 我看到时候谁能反抗得了 我看他男朋友多半也是个老弄病残 不然 谁会要一个捡垃圾的人 说谁是老弄病残 裴总 您怎么来了 你说有人欺负我们儿子 谁敢欺负我们儿子 看脑子不一般脑三次看 就是他 这个臭宝洁带着个小杂种 说咱们儿子抢了他的第一名 这里欺负我儿子 你带着个小杂种叫什么名字 我马上到退学 他叫周成 你想怎么能够退学 当然让孟老师让他 什么 他 就 就成 他不是 呸 哼 他这个样子 他还说 他是裴总的女朋友 说什么 这个学校 是他出自建的 我呸 就他这个样子 还能建学校 闭嘴 闭什么嘴呀 我们还打赌了 现在你赌输了 就去门口跪着 打喊 我是猪 张大龙 你打我 这么多年 你从来没有打过我 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 你个蠢货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谁呀 不就是个宝洁吗 他可不单单就是宝洁 他 他像 校长 您不是这几天休假了吗 您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呀 莫老师 你犯了大错呀 我什么也没做呀 你还不敢承认 亏我这么信任你 把所有事情交给你 可是你 居然私下买卖学生名次 这令我太失望了 你怎么这 不是的校长 都是因为顾云知啊 他非要给我十万 让我把他儿子改成年纪第一 这都怪他呀 你胡说什么 明明是你暗示我 只要给你十万 赚得给我儿子第一名的 校长 你不要听他的 他在骗你 你个贱人 不要讲述了 都是我识人不亲 关总 你看怎么出 关总 他他就是那个投资建设我们学校的 关总 真是关总 你一般推动女朋友吗 你还是 你带着他 关总 刚刚 你们说什么来着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 如果校长来了 我就对我马上来说 不要 不要死了我 至于你 顾云知 说我是什么下落 还让我在门口跪下 我是你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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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云知 你私吞捐款 买卖公司职位 我把我那种价值 你现在黑卡给弄坏了 方日协家子 就让你坐一辈子的牢 你把 关总我不想坐牢 不要坐牢 我给过你亲的 中用 你不能 关总 慧宇卓 慧宇卓就是你妈的 你去去吧 你就让我坐牢 你这是个狠毒的的人 你 我 小心 啊 我不会让我离开了 关总 你没事吧 没事 你的手 一点小伤 关总你没事 关总啊 我老婆也被抓走了 你 就饶了我们吧 饶了你 你和这个莫老师 勾结在一起 私自篡改学生成绩和名次 还想和我们时代集团合作 这辈子都没可能 你别啊关总 我的全部家产 都偷偷公司里面了 表面上是说赚的钱 你这实际上 全亏了呀 那怎么有时代集团这个单子 那我怎么要去下当场 那个关总 我告诉你张大龙 要不是你还要扶养你儿子 你让你那是不如一直一起进走 爸你喜欢我起 对你老师 张子豪 我妈妈是其他 你们现在第五次 我妈妈是其他 小伤心 我妈妈是其他 我妈妈是其他 组本 张子豪 你做过事就该什么 爸妈可有欺负人的借口 在了你 你到底 我 我考第一到五十八年 這個幾周三 第一名是你的 當什麼 你那樣的吧 你下次不要再撒謊了 莫老師 你這是去哪啊 關總我知道錯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不要讓我自己好不好 我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工作了 別家都沒有這裡公司待遇老啊 關總 區別對待學生 根本不配為人師表 校長 為什麼 花花不是退 將他的所作所為告訴所有的學校 他不是閒節的學校公司待遇不好嗎 那正好 讓他哪個學校都別去了 是 哈哈 周辰啊 是個好孩子啊 莫老師說錯了 我替他道歉 第一名呢 學校要還給你的 你呀要好好學習知道嗎 關姐姐我們快回去吧 我要告訴我媽媽我得了第一名 海燕我來開車 哎呀 馬上就要開聯會了 這可是本公司今天最大的省城 我得趕緊在副總打電話通通信 奇怪 副總電話怎麼打通了 你摸著把 人家都沒有合適的領土長 你和我聽不懂 我看你 好 看見了吧這是張卡 拿去 我就知道胡主粉對人家最好啊 好啊 這次騙你多注意點 是很沒沾水 是瓜總 不用這麼嚴肅吧 在公司我们是上线 但私下我们还算是好朋友 好 好的 文总 明慧的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电枪行喊一个发下去了 很好 今天乘证复查 我去运接他们 顺便再给修炼节买几套明慧穿的礼服 我跟你一块去 你手受伤了 你好好休息 裴总 您和关总是办公室连前吗 关总只是想隐藏自己的身份 我们只是假装员 哦 是假装员 关姐姐好厉害呀 我们整个学校都是她借的 陈陈 妈妈平时怎么教你的 做人要诚实 不可以说谎 是真的 她说她是时代集团的关总 她可是我们学校最大的股东 哎 关姐姐啊 她是个好人 她为了我们娘俩啊 不得已才舒服 你呀 我千万别拆穿她 她很不容易 秀琳姐 说什么误物 哎 关妹子啊 你怎么来了 哎呀 妹子 要模仿算了吧 这衣服 你看就很贵呀 秀琳姐 你这衣服不贵的 就当是我庆祝你重新回到公司 咱买一件来穿 买一件 那也行吧 但先说好 咱们别挑太贵了啊 哎 秀琳姐 啊 这一件呢 哎呀 这些衣服 给我看的 哎呦 哎呦 我的妈呀 妹子妹子 这衣服太贵了 买不起买不起啊 贵 哪里贵了 我们这么多年 一直是这个价格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我们开实体店的 也很难的 不是 你这一件衣服要七千九百块 太贵了 有些时候啊 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了 公司涨没涨 有没有认真 做呀 那你 再换一件吧 可以呀 那边呢 我们是要买件礼服 来参加年贵 那件恐怕不太好吃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们店可能没有适合你们的意思 你这什么态度 这店里这么多件衣服 没有一件合适的吗 有点没用呀 看你们这样 估计也摆不起的 我们店可是会员制的 不是会员 没有资格购买 你给我看清楚了 我可是这里的黄金会员 不就是我们店最低等的黄金会员卡吗 行 你想看 那边看 太多了 算了 咱们 看那件 看那件 把你们店最新一季的礼服 寻购买 最不好 林小姐您来了 我们这季上了可多新品了 您随便看随便看 这件不错 挺好的 我看这件衣服的款式还不错 就是颜色淡 拿给我试试 林小姐 你真是好眼光 这件衣服是本季最好的一个 您看这个材质 多佩丽啊 是吧 它什么意思 明明是我们下来的 算了 我都已经习惯了 可是这种 我刚明明在看了 还挺 与其你不就是有性格吗 可是不如少吃 来 北架 你看那件 这件衣服 你也挺不错的 也拿给我试试 这店里这么多衣服 背得抢我们的是吗 哟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你们这两个臭宝节 怎么 两个臭宝节有钱来这儿消费 这可是全市最好的衣服店 我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啊 你们家不是会员制吗 怎么什么人都能来这儿买 余小姐啊 他们只是我们店最低级的黄金会员 就不像您样 您是我们店最高级的黑金会员呢 什么高级低级的 你一个店员怎么是话呢 我说的也是事实呀 黄金会员的生意 我还懒得做呢 给我闭嘴 哎呀妹子 要不算了 要不咱们就别买了 这不省点钱 修连姐 你这样一忍再忍 他们终于变得家喻 这两件衣服是我们先看上的 我们要先试 否则我就向你们店长投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两件衣服 你要是敢让他们先试 那就是再打我余娜的脸 不以后都会来 余小姐您放心 怎么可能让他们先试吧 这两件衣服肯定是让您先试呀 你怎么睁眼说瞎话呢 那我不管 我就让余小姐先看上的 是吧余小姐 那好 我现在就把这两件衣服买下来总可以了吧 哎哎哎 不方便咱们可别冲动咱们不说谎马一件的吗 真是两个穷鬼 这两件衣服我全要 好好好您稍等马上给您包起来啊 要是你把这衣服给您拿了 你们这个店也别想开了 你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 我告诉你我可是 我告诉你 我可是是店里最大的不动 你确定这两件衣服卖给我们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一个小小的黄金会员怎么可能是我们店里的最大股东 我是不是你们这里的股东 你找店长一问一只 就凭你还想叫我们店长 怎么不敢吗 关玉泽啊 你还真是喜欢撒谎片呢 他之前说的是什么 关总 哎怎么 现在你又变成这家店的大股东了 余娜娜 你只是这店里的顾客而已 我是不是股东 不是你说的算 好 你现在就打电话把你的店长叫 关玉泽 你如果是这家店的大股东 我便宜娜娜娜就给你费钱道歉 好 但你那不是这样的股东 那你就要跟我跪下 把我这双鞋 只跟着 你别太欺负人 怎么 不敢呀 你别后悔 喂 店长 哎 我问一下啊 咱们店有没有一个股东叫做关玉泽呀 哦 我知道了 我们店长说了 压根就没有一个姓关的股东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这不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们店长说没有就是没有 我还骗你啊 关玉泽 你看吧 我这双鞋子是新的 你现在舔的话挺快的 重量 把你们店长的电话给我 亲自来问 哼 我说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好不好 你以为你是谁呀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我劝你 还是赶紧给余小姐道歉吧 那怎么没事吧 余姐你啊 对不起啊 是我们的错 你就原谅他吧 关玉泽啊 他自尊心强 你这样侮辱他 这不要他命吗 我公开 小姐 我救了他的命 啊 烂命一条之境去 娜娜你别太欺负人了 我救欺负你怎么了 你又不是打回来啊 来了 我的脸就在这 你倒是倒了 妹子妹子 余经理 是我们错了 你就别跟我们计较了 天几下就没有我关羽泽 不敢做的事 你这 你敢打我 这不你求我的吗 我这辈子还没听过 这么离谱的要求呢 关羽泽 你给我等着 我今天不让你跟我下回道歉 我就不叫吕娜娜娜我 喂肯爷 把我在这个服装店的股权证明书拿过来 我今天就让你看他 到底是不是这家店的股东 这两件衣服 有没有权利买下 你不会真的是我们店的大股东吧 你可千万别被他骗了 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啊 像是有闲钱做投资的吗 哎呀买两件衣服 都哭哭忽忽忽的 不像我 随随便就把卡烧了 两件衣服 是是是 李小姐 我马上就去给你张卡啊 等等 这两件衣服是我先看着 他们家的衣服可都是单品 这两件衣服我还需要 你能怎么样 我马上给您接着 稍等啊 李小姐 抱歉啊 有没有别的卡啊 这张卡 刷不了 怎么可能 一定是你们机器出问题了 你再去试试 真的刷不了 您看还有没有别的卡啊 谁说我没有别的卡 等着 哎好 亲爱的 你给我那张卡怎么刷不了啊 什么 什么 信用卡被冻结了 不是亲爱的 我这正等着截上呢 你这穿不了卡 多丢人啊 喂 喂 李小姐 这两件衣服加起来 也就几万块钱 您不会 连几万块钱都没有吧 谁说我没钱到 你们家是脱衣脱 老娘还看不上呢 我今天就不买了我 嘿 没气还装大 喂 你不是想要这两件衣服吗 你什么 你什么态度啊 我就这态度怎么了 哎呦 刚刚是你碰了这衣服吧 你看看把我衣服都弄脏了 弄这么脏 那你必须买下来呀 你公立的吧 这衣服我看的时候还好好的 我就是看到你弄脏我的衣服了 你必须买下来 我不管吧 这衣服不是我弄脏的 绝对不用你 你不买是吧 行 那我现在会报警 就说你损坏我们店里的财务 什么 你不行 别忘记 是谁要报警 是谁要报警 律师 你没事吧 你没事陪人 把我的股权证明书拿出来给他看看 我到底是不是这里的服务 王安总 看不出你看不上这家店 所以我才证明你 这是我的名字 他是这样的 电厂天使 亲自赴马了 这可是我们店里最大的股东 你小心着点 可千万别的 你再生气了 他是我们店最大的股东 现在知道害怕了 怎么当初瞧不起我们的事 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又怎么样 股东是这位先生又不是你 他是我的女朋友 这还不够吗 可是 他是个保洁 你怎么会看得上他的 不管他是保洁员还是总裁 我爱的人就是他 电厂 今天的事情 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 是是是 您放心 我们肯定会给出一个满意的解释 关小姐 哎呦您敲我这张嘴啊 就是不会说话 您不是喜欢这两件衣服吗 我马上去给您包起来 不用了 你不说我是个低级的黄金会员 没有资格买你们衣服 怎么会呢 黄金会员也是我们店里 最增贵的会员呢 之前都是跟您开玩笑的 好一个开玩笑啊 那这冤枉我们运增的衣服 是开玩笑吗 这衣服怎么脏了呀 我都没注意 还是关小姐您佛眼金金 我给您换一件 还有其他那些款式 您喜欢的我都给你打包过来 这菜头编化的可真快啊 哎呦我之前瞎了眼 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别跟我气窍了 妹子 要不是就算了吧 你看他都道歉了 断了 秀莲姐 要不是今天培燕过来 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 要不是培燕是店里的股东 他会道歉吗 是 如果我今天放过了他 难道明明他不会继续欺负其他客人吗 今天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 雨柔说的没有错 卖衣冠小姐的意思 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不要我说 必须把他开除了 必须把他开除了 是是是您放心 我们这就把他开除 你敢开除我 这店里的回货 你也没想买一分呢 还有这边有个农村人来买东西 你不是上来的让人家滚蛋吗 你 您别听他瞎说管小姐 我我们怎么会区别对待顾客呢 这上梁不正下梁关呀 我看你们这店也开不成续 哎呀撤资 哎 不要管小姐 您不要撤资 我们知道错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哎呀 哎呀 你这一根什么事啊 我不是这都要换了 发一只卡烧出来 你这都给我多丢人吗 你丢人 你丢人 你这屋的老子 所有人一张卡都没有钱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去消消气吗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那什么女人啊 都越来越来越来越 什么回事 我怎么知道怎么回事 来来去快快快快快快 看来这个有有的他是要赞了 我于娜娜 我们跟他一起在这 喂 赵总 开发布的事情忙了 我跟见见 肖俊杰这个王八蛋也不接电话 我跟他一起在这 罗永德和肖俊杰的资产全被冻结 这是他们这些年来 贪污社会的证据 很好 不好了 关总 开发布的新品 被其他公司率先发布了 什么 我知道了 关总 据我了解 他们公司的主公产品 根本并不一样 我看有可能是 我们自己人陷入了产品信息 开发布部长是谁 是周厉辉 原来是他呀 他和这个顾雲之勾集在一起 买卖我们公司奖励和职务 这肯定跟他脱不了关系 这样 你派人去查一下他身边的关系 只要他做过的事 一定会留下痕迹 好 我现在立马就找人 你让他知道 喂 盈先生 我给你个地址 你快点过来 千万不要让关妹子知道啊 怎么了 谁打电话呀 是田秀莲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可不可以出什么事了吧 那我们还等什么 我换身份你就过去 哎 哎 可是 可是他不用让你知道啊 秀莲姐 出什么事了 我没事 哎 关妹子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让陪婉先不告诉你吗 你们走的太快了 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告诉我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不让陪婉先告诉你 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你看啊 我呀今天怎么买东西 我抽奖 你看 一等奖 可以免费拍婚纱仗 我想着呀 把这奖势啊 给陪总到时候他给你 结婚的时候就用得着 就为了这点小事 这怎么是小事呢 姐当年啊 就是没拍婚纱照 成了姐一辈子的遗憾 你跟陪总啊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 那我们就跟校园姐的吧 这就对了嘛 走 我们进去啊 看看这姐啊 怎么对话 走走走 主缘 这里屈莲 我 不委屈 你放心吧 这婚纱照 还是得给你 写到你们一起拍 可是你也会结束 你就去跟校园姐解释 啊 可是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拍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婚纱照的奖势 对话呢 是立马就能拍吗 你这边稍等一下 来 我委屈 有什么想问一下 对话 快去做饭吧 好 好了 好 抱歉啊 您这个奖势已经过期了 没有办法使用了 不可能啊 我今天早上才抽的呀 哎 你看你看 这上面写了的 每月底之前都可以兑换呀 啊啊抱歉啊是我這邊搞錯了 您這個抽獎券呢 它是有使用條件的 您這邊需要先去分紗店 那邊十分價格 不是 這這不是免費的嗎 你看他這上面寫了免費的 你看我沒騙你啊 確實不是 熊玉姐你別著急 我來看看啊 這上面確實寫了免費 為什麼不用換 給我 哎你幹什麼 我幹什麼 實話告訴你們吧 這個抽獎券 他已經有人對了 什麼 我幫你打他 你 lol 我們就不動格